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五光十色的建筑灯光秀 成为近年来大陆宣传活动 很受欢迎的行销方式 深耕杭州多年的台商 看好这块市场 成立了光影科技团队 参与了杭州G20 青岛上河峰会 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光影秀设计 同时也交出了璀璨的成绩单 这是2016年杭州G20峰会时 前塘江的夜间风光 由70万盏LED灯组成 分别安装在前江星辰 沿岸的34栋高层建筑外 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的视觉效果 搭配自然山水 以及杭州logo等元素 文字灯光影像 显示在前塘江沿岸 高楼串城的剧目上 呈现一幅幅具有江南韵味的画卷 这场灯光秀让世界惊艳 也成为了杭州的一张新城市名片 这场灯光秀不仅成为杭州的经典 更成了这家公司的代表作 这是我50岁后 再冲击再挑战的新事业 1955年出生的周鲍华 父亲是宁波人 母亲是上海人 读大学的时候 他渴望回大陆看看 直到1990年的秋天 他踏上大陆土地 他眼中的浙江富饶美丽 礼运深厚 加上很快在这里遇到了真爱 于是他将杭州 作为未来人生的发展基地 大家早 早 这是我们年轻的工作团队 平均年龄大概都在30岁以下 当然我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们年轻团队有专业 充满了干劲 幸运的是周鲍华团队的努力 换来了肯定 打响了杭州G20灯光秀后 他们陆续接到了来自大陆各地的灯光秀案子 从城市到乡村都有涉及 那陆陆续续这几年 像青岛的上河峰会 还有我们最近在杭州举行的四泳赛 得到世界游泳协会的一个表扬 作为老板周鲍华会和团队一起讨论 各个案例的可行性 虽然学的是历史 又是开驾训班起家 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 60岁的他继续学习 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新农都的一个市场的原地面子 他们要求像蜂巢是有一个像罗演3D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帮他构思 做一些最普遍 所以我也是努力在学习 去年周报华和团队制作出一条南投的风光片 在前江两岸播放赢得了很好的回响 台湾的南投县是一个对接的姊妹城市 所以才产生了就是说 在前江沿岸这个载体上 制作了一篇南投的宝岛风光片 周报华的光影公司位在益创小镇之江文化创意园 这里在2015年被两岸企业家峰会定位为 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实验示范基地 目前小镇已经有多家台湾文创品牌企业入驻 台词企业发展氛围日益浓厚 作为一个文创的平台 也通过动漫节青年论坛等等一系列的专门的这些 就是两岸交流的一些具体的活动 来促进两岸的交流 来促进两岸的这个产业上的共同提高 跟人才的一些流动 除了携手开发两岸文创资源 益创小镇给予了落户的文创企业资金上的支持 公司目前享受到园区的政策 房租的补贴减免 还有一些我们因为是属于科技类的 它还会给我们一个科技的转向的补助 另外就是说如果有台湾的大学生来实习的时候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薪资的补贴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台湾获取一些专业的人才来培养 除了园区给予的优惠措施 周报华感受最深的 是去年浙江和杭州分别公布的对台优惠措施 会台条例出来以后 还多了一个最多跑一次 把所有的手续在最短最快的时间里面把它完成 目前台资企业再引进新的企业转型升级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用再身份公正 因为以前变成说 你任何台湾同胞要来这边办企业 到浙江南办企业 你必须要把身份再公正 那公正的话因为一来一往 可能又要靠几个月 现在不用了 如今60岁的周报华还在创业 他认为未来的人生还有更多发展契机